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台中市家庭类移工截至目前已达25000多人 为因应雇主及移工的需求 台中市政府主动贴心制作轮椅篇及百味篇 两部家庭照顾中最常使用的照顾技巧影片 提供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及泰文等五国语言版本 教导移工最省力及最保护被看护者的照顾技巧 让移工可随时随地线上观看学习 让移工不仅可以妥善照顾被看护者 也可避免移工或家庭照顾者因失利不当而受伤 记者邹志忠报道 正确上下轮椅的主要目的 一、可以确定个案在移位时它的安全 第二、可以提升它的生活品质 降低长期卧床的合并症 第三、可以降低照顾者的负担 减少职业伤害 个案下床使用轮椅前 要先注意个案是不是有滋味性低血压的情形 比如说脸色苍白、头晕 或者是血压下降 脉搏是不是有增快的情形 那接下来我们要使用轮椅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检查个案的轮椅是否正常运作 首先将脚背、脚踏板收起来 还有手擦车是不是也可以正常 那轮椅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 那坐垫是不是稳固的 个案下床使用轮椅前 先将轮椅转至床的45度 然后拉起手刹车 这样子可以避免个案的脚 等一下在移位下来的时候造成半倒的状况 或者是说也可以减少个案的照顾者 腰部的负担 到下床前要先将个案移位置床边 先将枕头置放于个案的头颈尖 稍微往下拉一点 移位骨盆时将手放置于个案的腰下 另外一只手置放于个案的大腿下 往侧椅 下肢移位一样将双手放于小腿下往侧椅 那接下来我们要将个案的床头摇高 以减少照顾者的负担 抬高床头之后 同时把床降低到个案的脚可以着地的高度为止 接下来将个案的双手置放于胸前 抬高它的双膝 一只手置放于个案的肩膀下 一只手置放于个案的双膝下 然后身体往下压降低照顾者的重心 以个案为中心轴转身 让个案的脚可以着地稳定个案的位置 将一只脚放置个案的双膝中间 让个案的双手交握在你的脖子后面 照顾者将双手置放于个案的裤腰带上 然后形成弓箭布将个案转位 如果个案双手无力 那请将个案的双手放置在胸前 环抱住个案 让个案的头靠在你的肩膀上 身体往前傾 拉住腰带 转身位 移位完之后要调整个案的姿势 拉住个案的裤头往后拉 让它的背部是平贴的 接下来放置它的脚踏板 然后帮个案穿上鞋子 那如果天气冷的话 帮个案穿上外套 将个案的双手放在扶手上 如果个案双手无力 放在腹部前 那如果它会往前傾 容易滑倒的情况下 可以适时地放上安全带 避免它在一位时滑落下来 活动结束之后 将个案的轮椅移置到床边45度角 固定手刹车 将安全带解开 收起脚踏板 首先让个案的双手 一样交合在你的颈部后面 接着让它的头靠在你的肩膀上 抓住个案的裤头 让它的屁股左右旋转的出来 让它的脚可以平稳踩在地板上 前傾拉住裤头 转位 就将个案移位到床上 当个案双手无力的时候 将它的手放在它的下腹部 将个案的头放在你的肩膀 将你的手放在个案的裤头上 身体往前傾 然后拉住裤头往前移动 然后让它的脚可以平稳地踩在地板上 接下来拉住裤头 转位 双膝顶住个案的双膝 拉住裤头 让它往内移 让它的脚可以平稳地踩在地板上 脚也没有悬空 比较不会滑落 那接下来将个案的外套脱掉 鞋子也脱掉 接下来将个案移到床上 可以让它的身体先靠在床上侧躺 再将它的双腿移到床上 然后踩半座卧 或者是平躺 就依个案的需求 最后在要离开个案之前 要记得把床上拉起 避免个案至床上落下 最后再提醒大家 依照以上的步骤执行 一味的动作 以保护个案也保护自己 聘雇移工相关问题 请洽台中市政府劳工局 电话 04-2228-9111 转35500 有长照需求 请拨打196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 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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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